区块链上升为国家战略,但你可能对它一知半解。 中国区块链专利申请数量目前已位居全球第一。 区块链技术未来在金融、民生、政务等多领域将具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前进。 区块链为什么会成为国家战略?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数据。 其本身是一串使用密码学相关联所产生的数据块。 每一个数据块中包含了多次交易有效确认的信息。 区块链被认为世纪互联网之后又一大浪潮,将作为基础设施为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变革机会。 现在区块链诞生了,区块链的价值就是要让每个人的财富回报和价值创造之间等同起来。 互联网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,区块链就在解决价值不对称的问题。 在一个区块链发展成熟的社会里,那些真正有能力并能创造价值的人, 是完全不需要担心自己跟不上时代节奏的。 因为区块链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兑现你创造的价值。